在台灣大家也知道說 藝人除了就是拍戲之外 可能還要去上通告 上通告啊 有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你會覺得說 跟馬來西亞有很大的不同 上通告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是說綜藝通告嗎 其實我還滿擔心的 我們以前都只是在電視機前面看 綜藝節目 你知道可以上到綜藝節目 是怎樣的一個感覺 其實很緊張欸 老實說 因為他們綜藝節目 就是腦筋轉得非常快 然後搞笑程度 然後一定要很多的哏和話題 如果你一沒有哏一沒有話題 他就不會拍 鏡頭不會給你 就給別人了 所以這是非常 很現實又很有趣的事 所以我剛剛開始 第一次上的話真的沒有話講 我不懂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太緊張了 然後就算吳宗憲丟梗給我 我也沒辦法講 他說那你唱你的歌 這就是我家安心的 我就唱一小段 他很照顧我們就是新人 從海外區人 宗憲哥 他就丟梗給我 馬來西亞藝人去到台灣發展不容易 然後尤其說去到你知道每個人都認識你的那個階段更加的不容易 其實這一段路走來有沒有覺得說有什麼時候是你特別覺得想放棄或者是很累 其實這一年多其實是蠻充實的 一直就是我連續拍的四部戲都沒聽過 可是在這之前 因為剛開始嘛 我們要待在那邊 然後就算馬來西亞的電視劇有邀約 我們都不能回來 就是可能再轉型我們要在那邊stand by 等 其實那等的過程 剛開始是非常的沮喪 煎熬 然後甚至會覺得我為什麼要在這裡 我可以當馬來西亞的電視劇一哥 我為什麼要我在這裡呼呼等候 然後每天吃雜飯啊 就是很省很省 你在一個小空間裡面 就真的會胡思亂情 會想就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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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怎麼辦 那我也不能 不敢回去跟爸爸說 我想回家這裡 因為我不想吃 不想低脫 所以 就是一直在熬 熬過來 所以那時候也是因為可能說 不想放棄 然後好勝 覺得自己應該會 應該可以 只要堅持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煎熬 就是等待的時間有多長 但是我自己抱著心態去 我不能讓自己失望 如果說今天要你給馬來西亞的一些 應該說也是算你的演藝界的朋友 一些可能說是勸告也好 或者是分享你的經驗也好 你覺得說給他們最重要的一個忠告是什麼 其實說難不難 說容易不容易 但如果真的要在台灣演戲 最主要還是要把口條 就是把話語學好 盡量去不要有馬來西亞的腔 對 所以去看多一點台灣的新聞 台灣的新聞 對 台灣新聞 對 以前看你新聞 可是我沒有台灣腔 對 可是因為你的華語 非常的標準 畢竟 這也是其中之一 其實真的是 比較容易進去的 其實真的是 因為我已經 又不像馬來西亞 又不像台灣 就覺得我自己 有一個獨特的講話方式 所以大家只要認定了我這個人 可能就比較容易接受 所以口條很重要喔各位 對 口條很重要